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领学生学习的这些老师自己要来学习 所以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对于我们特别是对我们自己特别有帮助 那么刚才前面两位长老 分别讲解了学习者的定律和期望的定律 那么大家如果有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每一位讲的都是在讲观念 在讲三个模式 七个原理 五个方法和七个诀窍 那么我也要套用同样的公式来跟大家介绍应用定律 那么有这么一个高三的学生 其实这是在美国 如果大家在美国时间长了都知道 高三的学生通常在学校里面会好不容易 父母会允许他有一天可以开车到学校 那么这个学生就很兴奋 因为高三的学生他可以有一个特别的 很有面子的一个停车位置 他好不容易拿到停车位置 向他的父母申请到能够开车到学校 那天他就把车子引擎声音开得很大 车上的音响也开到最大声 那么一路这个有很大的声量呢 到了学校慢慢的慢慢的很缓慢的进入校园 同学们都围上来看 到了停车位置他把引擎盖子打开来 那所有同学都围上来仔细观察那个引擎 大家一起欣赏那个引擎的噪音 欣赏那个车子上的音响的音量有多大 好像蛮威风的 可是我们常常呢会发现说 车子其实不是用来发动引擎 来听他杂音的 车子的目的是他要运输 车子的价值是他要能够让我们开车上路 所以我们常常在定义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把他的方向要搞清楚 他的目的要搞清楚 那么我们今天学习带领教导学生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在什么呢 老师们常常在强调内容 可是他忘了课程的目的是改变生命 我们刚才葛牧师一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从得救到得胜 是不是 那么那里面就是一个生命的侍奉 一个生命和一个侍奉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学生呢 生命上有改变 他在侍奉上他能够有效 这是我们的目的 那么在圣经上有这么一段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边讲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义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简单的讲起来呢 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就是这里面蓝色的字 把它简化 就是讲到圣经 圣经要干 圣经做什么呢 圣经的目的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就是使基督徒得以完全 而且呢得着装备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这个问题 当我们得到装备 当我们得到这个完全的时候呢 那我们是以知识为主 还是以应用为主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答案 我们不是以知识 而是呢我们要用应用 要让大家学习到这个圣经之后呢 要能够用得出来 那么如果我们所指教之事 我们就偏离了神的目的了 好我们接着看 我们应用有什么样的模式 那么刚才的那一句 这个经节呢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这里面就把这个模式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三个呢 模式呢 讲得很清楚 讲到的是资源 就是圣经 讲到方法 最后呢 他还有结果 方法呢 就是怎么样应用在 信徒的身上 达到一个改变 达到什么信徒个性 言行都要有改变 所以在资源上面呢 因为我们有这个圣经 我们有这个圣经 圣经就是神的话 这是神所赐下来的 是神所默示的 是装备齐全的主要的资源 那么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 那么目标呢 就是希望说心意更新之后 那么他可以跟圣经一致 他的身 这成为呢 所以圣经才成为一切生命改变的基础 那么这里面就讲到四个 四个方法 从资源 我们有四个方法 那么方法呢 在刚才的经文里面 于教训都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是不是 这里面呢 在教训跟使人归正 这两点上面呢 基本上这个讲的是信仰 这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在这个解明真理 这个这是我们的教训方面 就是怎么样把真理解明 那么在归正方面呢 这是归正 其实是一个相当负面的 正面的教导 可是呢 使人归正是已经有错了 我们纠正他的假教义 那么改正过来 这是改正的方面 那么教导人学义 和都者 这是在行为上面 那么 教导人学义呢 是正面的 怎么样启迪他的灵性 那都者呢 也是负面的 是匡正他的行为 或者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来讲呢 他的他的原文的意思是定罪 或者惩罚罪人 好 那么用这些方法 教训都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最后呢 是让爱神的人 怎么样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呢 这个最后呢 应用这个四个方法呢 可以让属神的人 无论是在性格上 或者在行为上 都有改变 而且呢 他们性格上 能够改变的向主 行为上 能够更有效的服饰 大家还记得 再想想 回忆一下 葛牧师刚才讲的 他怎么样在生命上 怎么样在侍奉上的成长 在生命上 他有改变 他有长进 那在行为上呢 他要能够有效的服饰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来分享 我们的应用的原理 穆迪曾经说 圣经不是给我们知识而已 而是要给我们的生命呢 要更新而变化 更新而变化 所以呢 如果生命没有更新 没有变化的话 那我们只是学到一个知识 只是学到一个这些文字 可是呢 却没有得到经意 我们生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行为 完全没有改变 那这个学习呢 就是算是失败的 好 这里面讲到 有七个 这个应用的原理 有七个应用的原理 那么 应用的原理 第一个应用的原理呢 是讲到说 神启示的 应用是神启示的主因 那我们 我们在教圣经的时候 圣经里面有很多事实 事实 那么我们是 以事实 来教事实呢 还是 我们来用事实 来教人改变生命呢 来更让这个 让这个学习的人 更像基督呢 所以 这个里面 我们就 需要抓住这个 抓住这个 就是应用 才是神启示的主因 想想看 我们哪一天 去见主的时候 主耶稣会 说进天国的人 我们来考你一下 还记得 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吗 还记得圣经目录吗 还记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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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旧约 新旧约里面 这个新约有极卷 旧约有极卷吗 我相信 我们到神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到基督台前 他不要问我们这些东西 他要 他要看我们 生命有没有改变 我们是 是不是更像他 那么 接着我们来看 原理二 应用是老师的责任 我们 在哥罗西书这边讲说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戒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面前 引到神面前 也就是说 这是老师的责任 这个保罗 已经有这个示范 他把人 引到神面前 那我们做老师的 也是要这样 我们要把这个学生 能够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的面前 那么 原理三讲到是 应用和知识 要平衡 应用和知识 一定要平衡 那么 有意思的是 我们常常呢 我们做教导的人 大部分的人 我们会发现 我们大部分时间 都在教内容 我们的应用呢 却是相当的少 或者是常常说 应用呢 我们就放在 后面 我们再来讨论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时间来讨论 如果是有小组聚会的话 也许我们还有机会讨论 如果没有小组聚会 只是主日讲道的话呢 怕是连应用都没有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要回来 看一看圣经上 是怎么说的 那么这个作者呢 他特别分析了 这个罗马书 他有发现 罗马书十六章里面 有八章是讲内容 有八章是讲应用 以夫所书竟然也是这样 有三章是讲应用 三章是讲内容 也就是各半 那雅各书里面 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 都是在讲应用 彼得前书也有百分之六十 如果这样看的话 那么我们在教导的时候 我们只是在教知识吗 还是我们要把知识和应用 在一早 我们在准备讲义的时候 我们在准备内容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到 里面有百分之多少 是需要应用 里面有多少时间 我们的讲解的时间 里面有百分之多少 是要cover这个应用的部分 那么应用呢 也要把这个经文呢 要用在学生的需要上面 每一个 每一个 我们要让学生生命有改变 能够不但是合乎圣经 我们也要合乎学生的需要 我们如果回头看 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边讲 葡萄树和枝子的时候 同样一篇信息 如果在学生团庆里面讲 或者是在老人查经班里面讲 我相信一定是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需要不一样 我们在老人查经班里面 那么如果是 如果讲宣教的时候 我们可以 让多少人 多少老人可以到海外去宣教呢 我们可以鼓励年轻人 可是到了老人院里面 我们面对的也许都七八十岁以上的 这些老人 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请他去 拿你宣教吗 那内容肯定不一样 应用肯定不一样 也许我们那时候要鼓励他们 在他们周围的亲友 在他们家庭 在他们子孙中间 他们要有好的见证 他在他们中间 尽量还在传福音 是不是 这是按照学生的需要 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学生看到应用的 圣经根据时候 的时候呢 应用的影响力才最大 个人的观点 产生不了能力的 只有靠圣经 那么也就是神的话 他句句都带着能力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说 那么 在原理六这个地方 讲到说影响老师的应用 也多半影响学生 反过来讲 老师自己的生命改变没有 这一点很重要 法律塞人就是 自己说的自己做不到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 学生的生命有改变 那么老师们 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吗 那这个很重要 所以呢 这边特别提到 老师的品格诚信 老师的言行 灵命 这都非常重要 当然里面也有老师的沟通 还有一个最后 最有意思的是 老师顺服神话语 所做的改变 老师自己本身有改变 他有美好的见证 学生看得到 他们感觉得出来的 那么老师在做见证的时候 也是有利的 那么当然 我们在这边还有一些 跟老师的提醒 在授课前的一周内 要花时间备课 本周内就要 把这个要教的真理 应用在我自己身上 这个很重要的 那么将神从圣经教导 我们的应用呢 尽心尽力尽意的 要能够传达出来 那么内容 都是从圣经来的 可是传达的是老师 所以老师 也有一个 也要有一个 他怎么样能够热心 怎么样有这个情感 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教导 那最后 那原理七呢 是把最终 是要把学生从查经 进而到顺服主 也就是说 我们不单只是查经 我们最后 学生 要能够 在他的态度上 他要变成顺服 而不是只是查经 而且呢 我们的注意力呢 要从圣经上 能够最后转到 主的身上 这是我们的focus 好 接着 我们看这个 主坛 我们带领学生 说我们怎么样来 主一个坛 主坛并不是教导学生 这个坛是长宽高 要多少 用多少材料 这个 这个要花多少时间完成 要几个人工 不是的 主坛的最 这个详细 当然我们都要 知道 把这个坛能够建起来 可是建完之后呢 就结束了吗 不是 那只是一个手段 主坛的目的是 预见神 我们 我们要把这个目的 要能够找出来 好 那么我们接着呢 原理看完了 我们来看方法 那么 我们应用的方法呢 有五个方法 这边讲 一开始讲信息 我们老师呢 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要把这个 这个 要让学生能够了解信息 能够解说 把这个真理讲得清楚 那么接着呢 让他了解内容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内容里面呢 信息里面 我们要能够找到他的精华 那个精华就是原则 就是改变生命的精华 那是信息的阻止 那么我们用 也用其他相关的经文呢 来详述 让我们全班的学生能够幸福 能够幸福这个 那么 有这个合乎的圣经的原则 一句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真理讲出来 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做 这个原则 什么叫信息的阻止呢 比如说 耶稣说 来跟从我 耶稣说 叫你们 得人如得鱼 耶稣说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或者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这些都是 耶稣 把一句 把他的 讲到的内容 最后 变成一句话 变成 他的信息的精华 这个原则 我们一定要能够抓住 接着呢 就是个人化 能够 不但是感动学生 而且呢 让这个学生 因此 他在 他可以靠着圣灵 能够知罪 能够认罪 最后 他能够顺服 这个是 这个是 一个知罪的过程 这是要靠着圣灵的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来说服 说服学生 我们从情感 方面呢 开始 让他在 不但是情感上 而且他在意志上 他能够 开始 被说服了 那他们可以去应用真理 应用真理 那么老师来劝告他们 那么他们也愿意 尾声 来follow 来顺服 这个圣经 那么最后 我们是实行 看老师怎么样 来够 能够评估 在最后老师来评估 看看学生 有哪方面的改变 好 我们接着呢 最后面呢 我们就来讲 他的诀窍 我们也有七个诀窍 七个诀窍 这个诀窍呢 我想说我们一系列的往下面看 这个诀窍里面呢 神使我们有 有这个应用真理的心 这个 我自己觉得说 刚才宋章老师一开始讲说 最重要的一个诀窍 最重要的是什么样 是爱 是不是爱我们的学生 那除了那个之外呢 每一课都有七个诀窍 那我们这一课呢 其实第一个诀窍 我自己个人来认为呢 这个方面呢 是非常的重要 求神使我们有应用真理的心 也就是说做老师的 一开始一打头 我们就要祷告 求主给我们应用真理的心 那接着呢 后面有切合谁是那需要 有这个我们要把有目标 定好目标见才不虚发 我们完全知道说 我们设计课程内容 是为了要应用 然后呢 也让学生能够具体 那么接着呢 就有就很多的 用很多的例证 用例证来说明 那么例证里面呢 教课的四个部分里面 简介说明应用跟结论 这里面呢 都要使用例证 那么例证有几些个来源 最有意思的是 想象的例证 大家可以想象到说 为什么用例证 不用历史上的 不用圣经上的 而是要用想象的呢 那么如果回头 大家回头看 耶稣怎么用的 耶稣做很多傻种的比喻 耶稣用 讲说那个家族 给几千两银子出门 给几千两银子给仆人 这些例证 都是比喻 都是想象的例证 接着呢 我们就是第六个呼召 是呼召人 尾声的时候 要用恰当的方式 和最后 叫学生自己来负责 强化这个应用 不但是对自己负责 对同侪负责 对重要的人物 像是他的父母亲 这个对老师负责 最后最重要是对神负责 好 那么圣经上真言讲说 没有异象 明就放肆 这个异象呢 我们这边讲说 就是圣经 这就是神的话 那么如果明就放肆 或者说是灭亡 或者是冷淡 如果圣经没有教导好 明就灭亡 学生就 冷淡了 学生就算是失败了 好 那么所以我们的结论呢 在最后面呢 我们不教导 不应用神的话的时候 明就放肆 最高的神 使我们与他 在使人生命改变的事上有份 我们要appreciate 这个opportunity 在使人生命改变 我们不要轻忽 我们为主教学的特权 谢谢大家 谢谢杨长老 给我们这一部分的分享 应用的定律 当我想到应用 我就想到葛牧师 在带门讯的时候 常常说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他非常强调应用 那确实应用会带来生命的改变 而这生命的改变 是一生之久的延续 我们不是今天改变 明天不用改变 我们是每一天都要更新的 好像产生新的细胞 我们就会越来越健康 属灵的生命也会成长 那我们把接下来时间 交给下一个阶段的 高正宗长老记忆定律 弟兄姊妹平安 我在这个部分 生命的学习当中 是讲到第四个定律 在七个定律当中 讲到记忆定律